苏迪勒台风带来的强风重创了加以沿海带的养科产业 有将近九成的科棚被摧毁 损失估计至少有7亿元 是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而未来两个月,牡蛎将会可能有大缺货的情况 直接冲击到了海鲜店跟小吃店 老板大火快炒独家的鹅安面线香味四起 还有这盘产地直送的仙科生吃 肥美的滋味令人口水直流 不过肥美的仙科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嘉义的科棚被台风一扫毁了九成 这些以科为主要料理的餐饮业者也跟着遭殃 初期只能以限量供应的方式来服务老顾客 暂时会吸收,自行吸收 但是假如说在早上再涨了大概 应该到160的话可能会考虑 可能要调整单价了 餐饮店家无奈因为不止价格高涨 连鹅啊的品相也越来越差 想要吃到肥美的鹅啊 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三月 中秋节要到了 往年烤鹅啊的盛况 可能今年无法实现了 本来二十几百分两百而已 那量也变得很少 那里中秋节要十两个月 那十两个月又慢慢丢了 鹅啊量少市场供需失衡 嘉义东市鹅啊的价格 就已经从原本美台经120元 飙涨到140元 未来鹅啊的价格还有可能继续涨 只是价格再怎么涨 也难以弥补科棚的损失 记者国财业梦招全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